千位选手齐聚努力争取好成绩 南投县全民被五人制足球锦标赛 在一千多位选手踊跃参与下 精彩地展开 透过比赛 主要提醒家长并鼓励孩子多走向运动场 更期盼足球运动从此在南投普及扩大 推广到各学校级的足球俱乐部 足球运动可以让孩子不但锻炼强健的体魄 也有更好的一个体力跟反应 所以我们南投县在推展足球运动上面 非常不予一力 我们也有一个联红台体的一个足球培训中心 让足球的运动能够持续的一个扎根 也感谢我们南投县足球委员会的 简俊廷主委的支持 让这个足球的运动 能够在各界的一个企业的资源底下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南投县的足球培育发展中心 成立不到四年的时间 推动成效良好 引进台湾体育运动大学专业球队等资源 进行训练工作 在各项比赛或夹击 这次全民杯比赛 也是考验选手基础学习成果 希望能够越来越进步 几年前在南投县几乎没有学校有足球队 近三四年在台体大赵教授 努力给台体大他的所率领的那个团队 到南投县到偏乡到整个学校去 义务指导 所以今天足球运动才能在这种情况下蓬勃发展 从幼儿园阶段开始 扎根训练 锻炼孩子的身体外 也能够有更好的体力和反应 因此县府与学校企业三方合作 规划南投县足球推动计划 能够培育出更多优秀运动人才 而且我们要感谢企业界这几年来在南投县 也花了很多的时间金钱跟精力 为我们偏乡的足球运动 扎根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虽然天工不作美 小朋友们还是得很认真 很努力的在场里面比赛 由这一点看出南投的足球运动 已经正在蓬勃发展 身为南投县足球委员会主委的 县议员简俊廷表示 让孩子打好基础强化基本动作 南投必须推动五级制衔接培训 将选手留在南投 此外配合教育部体育署 积极开启足球扎根计划的推动 期盼将足球运动以竞技与全民双助轴 推广为南投县的全民主流运动 记者洪一轮 曹春珍采访报道